這段影片是由日本Sakami雙無安全套贊助播出 字幕提供資訊 報料給我們的觀眾 這一日下就在杯道站 上一輛開去元朗的輕鐵 打算回公司 當時車都開車 每一開車 大概10秒左右就開始吵架了 又吵架了 背心那個男人 就認識另外那個男人的小孩 背心那個男人的小孩 情緒都會有激動 小孩的爸爸就跟他吵架了 他吵架了他 然後另外一個人就說 吵架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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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10秒鐘 就跟他吵架了 那次重複 就吵架了他 好像提醒我小孩的爸爸 他吵架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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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車的乘客 除了報警 亦有按鍵 告訴車長 所以港鐵也有報警 現在車到下一站便停下了 職員叫其他乘客先下車 而這兩個大男人就留在車廂繼續玩鬧 兩邊都爆血了 打了一段時間 很久才分開了他們 整個過程都十分鐘走 爸爸是有打算走的 但是有前一個叫他不要走 說他先動走 他們兩個冷靜一點的時候 職員就叫他們兩個出來 我們全部人入車搭走 不了十分鐘的 因為後面也有一輛車在那裡 我方的車身都紅了 都是一探探 警方說這個穿灰色背心的38歲男人 本身喝醉酒的 撞到53歲男人的兒子 爸爸生氣了 跟背心佬初側口角 計而動武 傷了臉和頸 而背心佬也傷了臉 還有一隻眼和肩膀 全部送去屯門醫院 衝鋒隊來到輕鐵站 就抓了他們兩個 罪名是在公眾地方打架 大家又怎麼看這件事呢? 歡迎留言討論一下 喜歡看我們報導的 記得CLS的影片 還可以每月給128元訂閱我們 支持Channel C出更多影片 下次再見 Channel C每天都會由起床陪到你去睡 Channel C App 貼地全真 快點下載吧 請問一下 C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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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 C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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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S